《祸香正气水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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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大喜大喜 喜从何来 禀将军 郎中找到了 真的 郎中现在正在营中给将士们看病呢 太好了 快带我去看看 先生这是及时雨了 不知将士们得的是什么病 将士们的病都是由于鼠尸引起的 西南边陲之地和中原不同 山高古深 聪明茂密 河流众多 湿气重也是在所难免的 此时正是酷暑 白天气温过高 夜晚湿气过重 才导致疾病在军中迅速传播 那先生对治疗死病可有把握 至于死病并不难 只要依靠一味军药 什么药 《祸香》 再加以配武 三日之内便可全应 好 这事就拜托先生了 这药的味道好奇怪啊 能喝吗 确实怪 不像一般中药的味道 不过将军请来的狼猪 应该不会错 哎呀 不行啊 不能吐 吐了就没效果了 先生 这可如何是好啊 此糖药确实味道难闻 难以下咽啊 可我之前治疗的病人 并没有发生呕吐的情况呀 也许是因为他们大多久居此地 早已习惯了这味药的味道 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讲过千军万瓦都不拔 难道还怕这一碗小小的糖药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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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 现在什么时候了 禀将军已经是中午了 中午 将军最近十分操劳 我见您难得睡得安稳 就没有进来打扰 嗯 你先退下吧 是 这药果然不一般 之前的乏力疲倦感 仿佛一扫而空 快请郎中过来 嗯 将军 您的病已经好转 怎么一日就好了呢 可能是因为我昨晚喝下汤药后 也没有我吐 反而很快就入睡了 将军居然没有吐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难道先生给我开的药与别人的有所不同吗 都是一宫煎出来的药 没有任何不同 将军 您仔细回想一下 昨天喝药前后都做了什么 是的 也许能找到原因 哦对了 我昨天觉得汤药味道恶心 在服用后喝了一碗酒 难道是酒的原因 也许问题的关键就在酒上 我们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喝吧 嗯 嗯 嗯 战场杀敌都不怕 难道还拿一碗小小的汤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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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秒 嗯 嗯 居然不那么恶心了 是啊 看来酒确实对治疗有所帮助啊 成功了 啊 传我命令 全军已久服药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在经历过病痛之后 军中士气高涨 各个摩权差掌 但随后的大战中 迎军大获全胜 当地百姓送给民军一个称号 正气军 后来 这种加了酒精的过香药水 也因此得名 过香正气水 它流传至今 成为许多家庭 日常必备的忠诚药 这种加热 这种加热 那种加热 也不太过 这种加热 是 这种加热